美海军五种未来是超级武器。 中俄无法匹敌。 自1943年以来,美国海军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 目前俄罗斯和中共也在发展海军力量,包括航空母舰、隐身潜艇和高超音速导弹等。 但美国海军正在研发的五种超级武器,将使美国在21世纪仍占据优势,中俄无法超越。 国际利益网站近日报道,任何国家如果不发展海军力量,注定会失败,美国也不例外。 但美国海军正在研发各种新武器,设计绘图板上,造船厂和制造厂内,都有海军正在打造新设备的迹象。 以下是美国海军将拥有的五个关键武器系统。 一,福特级航空母舰,Ford, Class Aircraft Carriers。 从技术上讲,福特级航母不是未来才有的武器。 该系列中的第一艘航母。 捷拉尔德福特号航空母舰, USS Gerald R.Balt,于2013年下水,并于2017年正式服役。 但至少要到2020年才会首次部署。 美国海军还将再增加两艘福特级航空母舰。 福特级航母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高76米,长337米,飞行甲板宽78米,整个甲板相当于三个首位相连的标准足球场。 福特号码在海水量达10万吨,最大航速超过30节,船员2628名。 其造价不菲。 高达130亿美元,且功能强大,配备改进型派麻雀导弹、拉姆导弹和进程防御武器系统。 舰载飞机可达90架,其中一些飞机是无人机。 与尼米兹机航空母舰相比,福特级航母拥有更好的传感器,更先进的弹射发射系统。 以及能够提供三倍宇宇宙航母的电量,还有更强大的核反应堆,整体自动化程度大为提升,有效降低了原力需求。 2. 哥伦比亚籍弹道导弹潜艇,Columbia,class ballistic missile submarine。 2. 哥伦比亚籍潜艇将取代冷战时期的俄亥俄级,Opio,class,潜艇,首艘哥伦比亚级潜艇将于2021年开始建造。 和俄亥俄级一样,哥伦比亚级将携带三叉戟IR核导弹,但是会配有16枚而不是20枚导弹。 请注意! 即使中俄也拥有先进武器,一艘哥伦比亚级潜艇携带16枚导弹就可几乎将其摧毁。 核动力的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潜艇将比其前卫更隐蔽,具有安静的电驱动推进系统。 3. 高超音速导弹 这些导弹究竟是什么样子?以及它们将能做些什么?还有待确定? 不仅美国海军即将获得高超音速导弹,以5马赫或更快速度行进的火箭,中俄也在研发这类导弹。 美国海军最近签署了一份价值1300万美元的合同,用于开发哥伦比亚级潜艇发射的高超音速武器制导系统。 最有可能的是,海军的超音速飞行器将是某种助推滑翔体。 可以发射进入大气层外,在那离一刻怕的速度,快到20马克,飞行,所以难以拦截。 这些可能是战略武器,可以摧毁敌人的关键装置,或成为战术舰船杀手。 这些武器将改变海战。 4. 大型水面战舰, Large Surface Competent 美国海军冷战师的战舰,如宙斯顿巡洋舰和伯克机驱逐舰,正在老化,需要更换。 替代这些就是舰艇的战舰将属于海军的大型水面作战平台,这个平台包括一艘巡洋舰。 一艘驱逐舰等大型舰艇,一艘较小的护卫舰,以及无人驾驶船只等船舶系列。 这些船的武器配备还有待确定,但不会配备熟悉的导弹和枪支,而是为期待看到21世纪武器。 3. 如电磁海军火炮, Electromagnetic Naval Artillery,和激光反导弹防御,Anti, Missile Defense,系统等。 5. 第六代战机 目前海军还在努力适应其新的第五代F35战机,同时,海军也开始考虑第六代战机。 5. 最有争议的问题是海军是否会选择无人驾驶飞机,而不是有飞行员的战机。 6. 无论哪种方式,预计隐身将成为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传感器融合系统,包括大量传感器结合起来,为飞行员提供全面态势感知。 6. 未来的战舰不仅可以装备远程导弹,还可以装备攻击型无人机和成群的迷你无人机,它们将与战机在空中并驾齐驱。 6. 美军B-52封炸机上测试高超音速武器。 6. 周一,6月17日,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 6. 马丁宣布,美国同军成功对B-52 轰炸机装备高超音速武器,进行了飞行试验。 6. 这是应对中俄军备威胁的最新举措。 6. 高超音速武器是以5马赫或更高速度行进的导弹,其速度至少必声速快5倍。 6. 这意味着高超音速武器每秒可以行驶大约一英里。 6. 美国空军官方声明表示,B-52在测试期间携带了一个紧装备传感器版本的AGM-183A。 6. 该测试于2019年6月12日在加利福尼亚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进行。 6. 导弹没有弹头,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一直与轰炸机保持信号连接。 7. 声明说,试验搜集了有关对武器本身和飞机外部运载设备阻力和震动影响的数据。 7. 并注意到俘虏运载,Captive, Carry,飞行,符合所有预定的试验目标。 7. 所有正在开发中的空军武器系统都需要这种类型的数据搜集,应对中俄高超音速武器发展。 7. 去年8月,五角大楼授予洛克希德。 8. 马丁公司第二份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已开发AGM-183A空射快速反应武器。 8. AGM-183A是一种空中发射的超音速助推滑翔飞行器,是美军计划在未来几年内正合到B-52上至少三种高超音速武器之一。 9. 空军表示, ARRW系统将在未来三年内进行更多的地面和飞行测试。 9. 高超音速导弹有望在2022年完成。 9. 高超音速武器的绝对速度,水平大气飞行泡面和以不可预知的机动能力,使得它非常适合窗透敌人的防御系统,对战略目标进行无预警的打击。 9. 中俄也一直在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当局表示,与俄罗斯相比,中共军位扩张更具威胁性,美国必须作出回应。 9. 佛鲁运在飞行试验对飞行中模拟武器进行评估,是空军在中俄行星高超音速军位竞赛中发展防御的最新举措。 9. 去年4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获得一份价值9.28亿美元的合同,由于制造一种不确定数量的高超音速常规打击武器。 9. 根据合同内容,洛克希德,马丁将负责设计、工程、武器整合和后勤支持等方面的工作。 9. 该项目将在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进行,该市因是美国火箭计划发源地,被称为火箭城。 9. 洛克希德,马丁开发黑鸟之子。 9. 此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开发SR-72,这是一种被称为黑鸟之子的高超音速无人驾驶飞机。 9. 预计SR-72将以高达6马克速度运行,将在2030年投入使用,该公司认为开发一个如此规模的平台,将改变游戏规则。 2014年,美国宇航局授予洛克希德,马丁892,292美元,以研究高超音速间谍飞机。 1976年,空军驾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SR-71,Blackbird,黑鸟,从纽约飞往伦敦,花了不到两小时,速度超过3马赫,即升速的三倍。 。